最近在微博上关于杨阳在拍摄电视剧特战荣耀爆破戏的花絮曝光了 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精彩的爆破戏原来那么危险 据杨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当时爆破点就在自己脚下第一次爆破之后他当时人都麻了 说自己当时就不能动了周围的人去扶他的时候他还在惊恐中没缓过神 说那个时候心脏都要骤停了 只是单纯的听杨阳的描述都能感觉到杨阳当时有多惊心动魄 不得不说杨阳真的是非常敬业的演员了 现在的娱乐圈很多演员有危险的动作戏的时候 大多数都会选择用替身 毕竟动作戏对于不是专业的人员来说有些时候过于危险 而且也有很多演员不愿意吃苦 像杨阳这样敬业又谦虚的演员真的是很招露人员啊 你们收看了杨阳的特战荣耀了吗 喜欢杨阳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吗